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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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剛剛那個詢文台詞老師有提到 就是有很多大咖 那其實我只是講 這個咖什麼最大 但是我其實很小咖 就這個對台灣的貢獻來說 我真的很小咖 剛剛吳盛老師也 就是有點意美之實的說是Moral Hero 我自己 期待自己成為一個 一個知識分子就足夠了 我也不想當什麼Moral Hero 那所以今天來講這本書 其實對我來說 我用什麼樣的角色跟觀點來講 這本書是有點 我其實想了蠻久的 那當然這本書是 就是我的母親楊穗老師 在臉書上面 從我參與運動 從他的兒子參與運動以來的一些 心路的集結 所以他可以算是一個母子對話錄 雖然說這個兒子呢 其實很少回應他 常常語讀過回 但是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母子對談 那我想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 談這本書的重要性 就是剛剛 吳瑞恩老師有提到說 他認為這本書的重要性 包含說一個 這個局內的別人觀點 我當然覺得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他其實是相較於這麼多 談太陽華國談318運動的出版刊物裡面 比較去提出一些批判跟反思的一個著作 但是我覺得也不只如此 他除了是一個檢討 然後反思跟批判的書之外 他同時是 我認為是這一次運動以後第一本 在做社會運動的 運動傷害的敘事 他在做的是一個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 只要做敘事治療 就是說透過書寫 透過敘事 把你的 就是說你參與過的東西 把它寫出來 去治療在那個過程當中的傷口 那其實必須要 去面對的一件事情是 很多人在這次運動裡面受的傷 其實不要說我自己 其實更多人都受的 比我更深刻的一種運動傷害 那可能我今天要講的話 或者是這本書 他真正會針對的那一群讀者 可能今天甚至 甚至可能不願意現身在這個現場 他們可能還處在那樣的 一個運動傷害跟余波症樣當中 所以我想要講的是說 這本書他 除了是一個檢討跟反思的書之外 他同時是一個 傷害敘事 是一個敘事的治療 他試圖對 我們這個運動 我們這個世界去提出一些問題 然後透過書寫跟提問 我們其實是在去解決 面對我們的傷口 跟試圖去療癒他 他同時也是在探討一個知識分子 一個行動者的情感結構 也就是說 我們如何去面對 如何去理解這樣的一場 意義非凡 意義重大的社會運動 這場社會運動的意義這麼大 它難道對我們 只是一個光鮮當地的成功嗎 它是什麼民主的勝利 是人民的勝利 如此而已嗎 那它到底有沒有對我們帶來衝擊 有沒有對我們帶來撕裂 那這些東西 它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所謂的情感焦慮 就這個事件它教我們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 可能我們心中有些徬徨跟碰破 例如說可能在三二三天天晚上 大家就經歷過一次情感上的撕裂 就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 去解釋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可能支持你可能反對 你可能對國家暴力覺得很痛心 那無論我們這樣的傷口書寫 你如何透過敘事 如果書寫的方式去做一個療癒 我認為這本書是 就是我會覺得說我不會從一個兒子的角度去理解 這是一個母親要對我說的話 我會把它看成是一個運動的參與者 無論是用什麼樣的位置參與 他在這個運動過程當中受到了一些傷害 他試圖透過書寫去理解自己所受到的傷害 他所經驗的情緒 好 我認為就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聽過無人老師一次演講 那時候我高中升大學 我那時候半年我請他來掌車運動 然後我聽完之後我就跟媽媽講說 我覺得無論老師好憂鬱喔 他有一種憂鬱的生命情境 那當然跟後面幾次在記錄上面遇到他 那個情境是很不一樣 那個是熱血的無論人 但是我曾經看過憂鬱的無論人老師 但是其實我真的是能夠理解到說 為什麼你會有那樣子的憂鬱情境 那這個憂鬱情境是必須要去被面對的 比如說我覺得透過這本書 我們要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種運動還沒有被問的 就是我們要去看到行動者 不論這個行動者是社會明星 是決策者還是他是賢明 還是他是一般的 這個連賢明都稱不上的邊緣參與者 我們看到這些行動者的憂鬱 他們的遲疑 他們的自私 他們的受傷 他們的退卻 他們在某些時刻做了一點都不光榮的選擇 他們可能選擇切割 他們選擇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是我覺得去探問這些人 他們這些 真的我們一點心裡都不想知道的東西 他們一點都不光彩 他一點都不偉大 他跟成功沒有任何關係 他跟失敗比較有關係 但是這些東西他告訴我們 台灣更為真實的一面 他告訴我們 在那個當下我們面對到了 我們真的覺得很渺小 我們個人的力量所無法解決 我們感到彷徨的事情 那個就是台灣的問題 結構性的問題在那邊 可能是台灣的結構性問題 可能是社會運動的結構性問題 總而言之他是無法 我們個人的力量去克服的 在那個當下我們感到非常彷徨 所以正是在面對這些時刻的時候 他更能夠告訴我們台灣社會的真實性 就是在那個現場 無論是318晚上還是324晚上 還是在任何一個可能大家分裂吵架的晚上 我們都不是作為英雄而存在的 我們不是作為political hero 也不是作為moral hero的存在 我們都是作為一個人而存在 就是我們在那個當下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選擇 然後我們面臨到一些困難 我們覺得被背叛的時候 我們是身為人而被背叛 不是因為我們是一個英雄而被背叛 或是什麼人 那個東西其實都只是一個封號 可是回到運動的現場 每個人都作為人而存在 那每個人作為人 他所感受到的情感的掙扎跟拉扯 他看到特定事件出現之後的傷害 其實這東西都在後來沒有被證實 沒有被書寫沒有被談 那這些東西都被迴避掉的時候 整個運動就剩下非常單薄的光榮成功的叙事 就是這是一個成功的運動 他帶領我們走向11月29號的光榮勝選 我覺得這東西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理解方式 我們就回去看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多少人他受到的傷害 為什麼受到的傷害 所以進一步我們要談的是說 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要去看到行動者的遲疑 他們的猶豫 他們的支持 他們的受傷 他們退去 他們做了一點不光榮的事情 那接下來要問的是說 我們為什麼會受苦 我們為什麼會受難 為什麼受傷 為什麼失敗了 我們為什麼會分離 這可能是母子的分離 這可能是運動夥伴的分離 我們分裂了 我們很多家庭因為這個運動而失禍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經歷過這樣的情緒 我們要如何去面對受傷 失敗跟分離 傷和失敗跟失敗 剛剛烏仁老師有引那個失敗弄下一個句話 就是 不哭不笑 不哭不笑 只要理解 我覺得我們可以稍微改寫一下 我們 我們不哭 我們要理解 我們為何哭 以及為何笑 我覺得我們都很會治療這個國家跟社會的傷 就是我們 我們站出來去參加社會運動 就是我們要 因為心中有愛 不忍這個世界 腿緊 不忍這個世界荒廢的侵懷 所以我們要去依這個社會 我們要依這個國家 但是同時我們就很不會去依我們自己身上的傷 或是我們去依致我們與我們夥伴之間的裂痕 這個東西是我們的通病 其實也就是我們這個世代行動者跟知識分子的問題 延續著這一點 我認為它也不只是這個運動的問題 它甚至可以說是台灣 從228到白色恐怖以來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不會去面對去處理我們自己的傷 我們不願意去彈我們自己的傷 我在運動期間常聽到很多就是說 我們不要在這個時候彈這樣的問題 然後不要彈運動的分裂 不要彈彼此的這個傷 我們要往前看 這個運動成就有很多 那其實這樣的一種修持方式完全就跟過去 我們不要再談過去的傷痕 我們就看未來吧 台灣的未來 台灣要團結 不要彈228跟白色恐怖 這東西是一樣的 我們沒有在透過敘事跟回到過去 去面對過去的這種過程當中 去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在造成你的傷痕 所以這個延續下來 其實也是我們台灣整個轉型正義 跟歷史治療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個人非常討厭那種所謂勇敢跟光榮的敘事 他只告訴我們說我們為什麼會成功 我們為什麼要成功 可是他不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成功 為什麼我們失敗 為什麼我們會受傷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可以看到 就是我母親 我母親 她以各種角位置 例如說她看到了行政院事件的時候 某些運動者的採取的方式 讓她感到很受傷 或者是這個運動作走向的方式她很受傷 那她其實不斷在書中去提出個解答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那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在做一個療癒 那我覺得其實這本書很重要的點 對我來說是在這裡 那最後很想講一下對個人而言 當然還是要講她個人 因為她就是不能夠假裝自己不在這本書裡面 這裡面有引到我 那如果我在2012年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寫那個一個運動親民的自白 就是在想說那個時候 因為王家的那個事情的時候 我就寫一篇文章 那我那個時候其實在寫到說 對我來說參與社會運動是一種 向內的探尋 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定位 那這東西其實是被很多多重的因素所push的 那當然例如說像楊翠她 楊翠老師她那個 對像我媽媽 她成長過很多時候就會來自 受到很多來自於她自己 因為她是楊葵的孫女 所以她會很大的壓力 那她在這個壓力之下 她想去理解說那我是誰 就是我楊翠是誰 我是楊葵的孫女 那我要做什麼 那她不能夠永遠活在這個家族 或是這個祖父的光榮 她必須要去為自己走出她自己的路 所以她選擇用這個家族的敘事者的方式 這是我們之前聊天 她說她選擇用家族的敘事者的方式 來定位自己 就是敘事這個家族所受的傷害 所以他們所經濟過的痛苦 那其實這個大 她背後的大的圖像是台灣這個社會 從228年以來所受到的傷害 那其實一個家族史 一個個人史就是一個家庭史 一個家庭史就是一個家族史 一個家族史其實就是一個社會史 所以那是一個相近的過程 那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我當然也曾經經歷過一個所謂家族的壓力 例如說你是楊葵的曾孫 你是魏廷曹的 我不知道那個輩分到底收到兩邊去了 就是 主要是你是兩邊革命家庭的會聚 所以你應該很優秀很出色 沒有那種家族史是一種壓力 並不是一種壓力 當然也是一種資本 就是說 他讓我在參與運動的時候 完全沒有後顧之憂 他也是一種鼓舞 某種時候我也會覺得說 我的祖先都是這麼偉大的 那當然我也不能夠 就是 讓他們失望 不能夠疊他們的鼓 就是一定要 用那個國小課本 就說 你不能夠疊了你父親的鼓 就是你要讓他 你要讓他為你驕傲這樣 但他是一種鼓舞 就是我要成為 也要讓他很厲害 對 那同時也是一種逃避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再活在家族趣事裡面 所以我有時候會認為說 我要去走出我自己的路 我要去做我自己 這個 我開創我自己一天天 就是我不要再當靠爸靠媽祖了有沒有 有時候像 連勝文不是說 我自己 我無法選擇自己的什麼 出身嗎 出身 所以他可能會去當捷運的那個 去溜溫卡公司 雖然說那也是靠他出身 就是說 某些人 人總是會讓我來的時候希望 被自己所做的東西來認識 所以我某種程度會覺得說 我所參與的時候運動 也是這樣的意義 就是我會希望 被我所做的事情來認識 可是無論如何的東西都跟家族有關 其實最後是無法去逃避 或是無法去切割這樣的一個存在 就是說 我想做什麼 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想成為什麼樣的運動者 他始終都跟我的家族有關 所以其實 參與社會運動對我來說 是不斷在回應我的家族 是想要去理解說 在這個家庭 家族跟社會的這個很大的一個 這個可能結構或是脈絡之中 我是什麼的位置 就是我在這個家庭裡面 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是一個兒子 我是一個出軸的人 我在這個家族當中 我是一個反抗學人的匯聚 還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在這個社會當中 是什麼樣的人 其實我跟家族跟家庭跟社會 都有一種關係存在 所以我參加社會運動 就是是不是去理解 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 就是大家參加運動 其實是想回應一個問題 難道真的是因為 完全只是因為我關心這個議題嗎 難道真的是因為 這東西讓我不得不站出來嗎 還是因為我想要透過這個行動 去回答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好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 最後我想說 從這本書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其實以及這個運動 告訴我們問題 就是我們都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尋找社會的連帶 那個連帶就是說 比如說有什麼東西 把我跟你 把我們跟更大的一群人連在一起 這個東西 就用英文來說叫做Solidarity 就是它是個凝聚力 是個連帶 很像一個繩子 然後我們圈在一起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發現 我們很難共同生活 就是那個連帶感 不斷地被威脅 被破壞 即使是我們正在尋求社會連結的同時 我們也不斷地發現 這個連帶感被威脅跟破壞 就如同318運動 它其實是在追求台灣人民的團結 可是在過程當中 我們不斷地在面對 我們自己的連帶感的上市 我們面對的是家庭的連帶感的破壞 所以我們不斷地在詢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共同生活 作為一個家族 要如何共同生活 作為一個社會 要如何共同生活 一個國家的一個人民 要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 我們這個社會 還是可以如何找到一個 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要如何讓我們的社會 重新成為一個群體 那我們會發現 這個過程中永遠是 處在一個非常長久持續性的 矛盾跟緊張關係 那我覺得這也就是 透過這樣的書寫文 這是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去理解到說 在社會運動裡面 不是只有光榮 因為我們不是只是 創造了一個團結的社會 同時也在面對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有這麼多的一直性 這麼多不同的聲音 這麼多不同的位置 跟不同的權力 那我們一定會造成傷害 那面對承認這樣的事實存在 承認傷害的存在 並不是要說 OK那就這樣吧 而是說 那我們要如何去 在這個 這樣的情況 存在的情況下 再去追求 那個所謂的Solidary 再去追求 那個所謂的連帶感 跟鄰居力 然後進一步 我們最後問的是 台灣要如何 可以成為一個共同體 台灣人要如何共同生活 這個東西就是最簡單的 一件母子如何共同生活 我們就可以慢慢地去 一步一步往外去探問 那就大概就講到這邊 謝謝